美国政策台湾解读 华府动态精准掌握 让您看东美国了解华府 掌握天下事 我是张国华 每个星期晚上十点 我在中间全球现场和您见面 独家消息这个恶整出状况了 这新北市这位女生 去年为了替朋友来出气 打电话到这朋友的任职的家具公司 谎称说要订上万元的床组 等到产品还真的送到家里头 却又说没有这个人 家具公司最后气到报警提告 不过检方最后认定 女子有罪但有回忆 所以给予还起诉的处分 家具店一大早开工营业 在货车榜上绳索固定 照常出货 但还是会怕怕的 因为去年过年前夕 员工接到恶作局电话 对方望明订了三万七千元家具 坚持隔天送到 店家立刻花四千元运费 从板桥运到永和 却得到这样的回应 送去当时那个住址 说差无此人 结果回来 我在拨电话 他有留个电话给我 我拨过电话给他的时候 他还嬉皮笑 这样子 开业六七年 第一次碰到离谱 恶作局电话 老板坚持告上法院 但法官却认为 如果店家用人力搬运 就没有运费损失 好几次不起诉 提出多次上诉意义 现在改判 还起诉主份 在意的不是运费损失 而是客人好玩心态 实在不可取 其实像这样 故意用假名 地购大量商品 二诊店家造成损失 已经触犯刑法 间接毁损罪 可以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以为赔钱就能了事 却不知已经处罚 店家认为此风不可涨 将上诉到底 中立新闻杨中盛 有文旗新笔续报道